好,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是103學測的題目 那它因為有一個計算機的符號 那是要我們來用計算機來算 但是呢,因為我們學測是不能用計算機 所以我們還是要用十分逼近法來做一個估算 估算根號13 那怎麼做估算根號13呢? 首先我們先來看 根號13小於根號16,大於根號9 換句話說呢,根號13會介於3跟4之間 那3跟4之間還不夠,我們把它切一半 3.5的平方呢,是12.25 3.6的平方呢,是12.96 那3.7的平方呢,就會是13.69 那已經超過13了 那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當然你要手比算一下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知道呢 根號13是介於3.6跟3.7之間 比3.6大,比3.7小 那換句話說,根號13一定大於3.5 所以A選項是對的,B選項是錯的 那再來看第三個選項 根號13-3要大於根號10 如果這個選項是對的話呢 那就代表說我們只要證明 根號13大於根號10加根號3就好了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,就代表是錯的 所以我們來檢查 根號10加根號3的平方 利用成法公式把它展開之後 它是10加2根號30再加3 換句話說它會等於13加2根號30 那這樣一眼就看出來 它一定比13大 那既然比13大的話 那代表什麼?根號10加根號3 會大於根號13 因為我們可以把13寫成根號13的平方 OK,那麼再把它移向過去 我們就發現呢 其實根號10是大於根號13-根號3的 所以C選項是錯的 那麼第四個選項呢 我們沿用第三個選項的算法 一樣把它平方 然後利用成法公式把它展開來之後 我們會發現這個式子 根號13加根號3的平方 會等於16加2根號39 那很明顯的16加2根號39 我可以把它寫成根號16的平方 加2根號39 那當然比根號16的平方來的大 因為多了2根號39 那換句話說 租選項是對的 好,最後一個選項 我們把它插掉一下 最後一個選項呢 我們來看看 根號13-根號3分之1 會不會大於0.6呢? 我們先把它上下有理化一下 通通都乘以根號13加根號3 那它就會變成 分母會變成13-3 分子會變成根號13加根號3 那這邊會變成 十分之根號13加根號3 好,各位 我們先來看看 根號13加根號3 我們已經知道它怎麼樣 它會這個 本身啊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值 這是第三個選項 所以這個 這個不是什麼重點 我們先不用看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根號13比根號16小吧 根號13比根號16小 沒錯吧 好 沒錯 對不起 這邊來 稍微退後一下 好 等一下 我稍微寫一下 這邊呢 這個不用 好 所以根號13比根號16小 沒錯 然後根號3又比根號4小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根號16是4 根號4的話是2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變成什麼 十分之六 十分之六就是多少 0.6 所以很明顯的是什麼 原來這個式子應該是比0.6小 不是比0.6大 所以呢 E選項也是錯的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答案應該要選A珠 好 所以這是第三題 103學測的題目 時速的考古題 好 以上